材料全部切薄片 如切厚片 番薯和芋头就要蒸5分钟先 先将年糕切薄片 番薯也切薄片 芋头切薄片 把年糕切成和番薯芋头一样大小 碗里加入糯米粉和粘米粉 拉粉 蛋黄粉 水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食用油搅拌至顺滑无颗粒 芋头和番薯加着年糕 粘上面糊 放入筷子侧下油温 起泡泡就可以了 放入年糕转小火炸 炸至两面稍微上色 然后捞起来 再粘上第二层面糊 放入热油里炸至两面金黄色 哇 好脆哦 谢谢观赏 记得订阅点赞哟